2024暑期档大家都为哪个陆剧男主角着迷呢? 最近柳州记张婉逸 长乐曲丁宇熙话题都非常高 还有之前你比星光美丽霸道总裁徐凯 私藏浪漫魏哲明 以及杜华年的张连鹤都收获许多喜爱 最近微博网友也投票评选暑期档最热门男角色 以下是陆剧部分的热门男角top9 柳州记张婉逸落榜 私藏浪漫 魏哲明第五 冠军是他 网评2024陆剧暑期档最热门男角色top9 谭剑次饰演长相思第二季香柳 长相思香柳拿下第九 虽然今年长相思第二季成绩没有像去年那么好 但剧中的角色依然受到剧迷喜爱 长相思第二季迎来大结局 香柳的故事太虐了 香柳是陈荣一军军师 这个身份注定了香柳不会是小妖的良人 香柳为了小妖付出一切 但除了爱情以外 香柳有同袍 有大义 所以她叫小妖自保 让小妖有人可依 有处可去 却绝口不提这份深爱 最终香柳抹去自己在生生境最后的影像 率领陈荣一军凯然赴死 长相思大结局那几天 香柳天天高挂热松 结局真的让人难忘 网评2024陆剧 暑期档最热门男角色 Top 8 侯明浩饰演少年白马醉春风 百里东军 少年白马醉春风是2022年高评武侠剧 少年歌行的前传 讲述少年歌行父辈的故事 侯明浩饰演的百里东军是个极其潇洒的少年 他是珍西侯百里落成的独孙 从小极万千宠安于一身 容貌俊逸 个性顽劣 不喜诗书 不读兵法 不学武艺 唯独喜欢酿酒 然而命运造化 不想学武的百里东军 最终还是败入了天下第一高手 李长生的门下 开始学习武艺 踏上闯荡江湖之路 侯明浩把这个角色演得很迷人 少年感满满 以气风发又顽皮不羁 这种人设一不小心会演得很降致 但侯明浩诠释得很讨喜 让人只觉得可爱 网评2024陆剧暑期档最热门男角色 Top 7 罗云熙饰演颜辛季江新白 罗云熙在颜辛季饰演的江新白拿下第七 这位男主的人设很特别 江新白为补牙丝大总补 因为小时候头部受撞击 淤血压破头脑 因此患上脸盲症 脸盲的他 意外结识了会不受控制变身的江湖游依 颜男星 江新白是唯一不在乎颜男星外貌变化的人 两人三结三离 其中一次大婚超好笑 上一秒江新白和宋依饰演的颜男星 还恩爱爱甜蜜发糖 下一秒颜男星却忽然变身 在洞房花竹叶变成了一个 印小天饰演的操汉子 气得江新白都无语了 尽管老婆这么特别 但江新白依然爱他 在危机当前的时候 甚至宁愿自己痛苦 也要撇清和颜男星的关系 就为了保全他 两人是真爱啊 网评2024录剧 暑期档最热门男角色 Top6 夏之光饰演少年白马醉春风 司空长风 夏之光今年凭借丹梅想说改编的知名游戏 人气上涨了一波 接着暑期又有短剧 江城鬼市和少年白马醉春风等剧联播 在少年白马醉春风夏之光 虽然直演难配 但角色人设好 夏之光古装扮相也好看 仍让他圈了不少粉丝 夏之光在少年白马醉春风饰演司空长风 他是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江湖浪客 长着一张斯文俊脸 形势却颇为不羁放荡 司空长风活在档下 潇洒而过 但同样也重情重义 最终成长为第一枪仙 是个很迷人的角色 网评2024陆剧暑期档最热门男角色 TOP5 魏哲明饰演私藏浪漫 吉玉恒 好多人追私藏浪漫 都被魏哲明迷倒 网友都笑说魏哲明在人夫这条赛道 根本没有遁守 苏感满满啊 这次在私藏浪漫魏哲明饰演银行精英 吉玉恒 他是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单身汉 放在相亲市场上绝对是个超级抢手货 但他一直只惦记着他年少时的光 吐晓宁 与吐晓宁重逢后 吉玉恒火速展开公式 速速求婚 他早就爱了他很多年啦 婚后吉玉恒也是各种宠妻 老婆情绪低落 在朋友圈发文说想吃烤肉 他看到后 二话不说马上准备 财产通通上交 长得帅 个性好又体贴 这种男人谁不想要 网评2024陆剧暑期档最热门男角色TOP4 徐凯饰演你比星光美丽 韩婷 没想到你比星光美丽 徐凯才只有第四 徐凯在你比星光美丽苏炸了 他饰演的韩婷是东洋科技的总裁 含着金汤匙出身 气质优越 又高又帅 无懈可击 年少时韩婷一直暗恋着寄星 无奈却被家人送出国 两人遗憾错过 阔别十年重逢 韩婷一直没有忘记寄星 一逮到机会就各种接近 甚至成为寄星新创立公司的投资人 其实你比星光美丽 韩婷这个角色 剧版和小说的差异有点大 小说是成熟年少男 剧版改动了设定 但依然迷人 主要是徐凯素感太强了 他演起罢 总有上位者的压迫感 眼神满满侵略性 性张力十足 却不油腻 让许多剧迷都很惊喜 网评2024陆剧暑期档 最热门男角色Top3 张灵鹤饰演四海仇明姬阳 四海仇明是张灵鹤 在苍蓝爵之后 又接的仙侠剧 许多剧迷称赞张灵鹤 在四海仇明的装造梦 回了苍蓝爵 长行仙君 依然帅 四海仇明 姬阳是道升天的帝君 他被污蔑腻道入魔 才杀同门 不得不从魂河中逃走 却也意外救下南岩 这次四海仇明的姬阳 没有长行仙君那么虐 反而还有点反差萌 先锋盗谷的帝君 惨被男言当是要小白鼠 还有事没事就欺负狐狸 和狐狸争风吃醋 很可爱 网评2024陆剧 暑期档最热门男角色Top2 张灵鹤饰演杜华年 裴文轩 张灵鹤又一个角色上榜 虽然张灵鹤 在四海仇明的古装扮相也好看 不过他在杜华年的角色 更受欢迎 张灵鹤在杜华年 饰演公主李荣的驸马裴文轩 前世他一直郁郁不得志 是个隐忍 深谋远虑的笑面虎 和公主成婚后 家偶便怨偶 公主以为裴文轩想杀他 就先一步动手 两人一前一后死去 没想到还双双重生了 好多人追杜华年 都入坑了张灵鹤和赵金脉的CP 剧中一个是权倾朝野的长公主 一个是腹黑内脸的公主驸马 两人的外形和气质都很搭 也因为杜华年CP大受欢迎 赵金脉和张灵鹤还火速宣布 二大献偶天宠剧樱桃琥珀呢 公主和他的帅气驸马爷要走入现代了 网评2024录剧 暑期档最热门男角色 Top 1 邓伟饰演长相思第二季涂山景 冠军就是长相思邓伟啦 邓伟是去年凭借长相思窜起来的新面孔 时隔一年 涂山景这个角色人气依然高 原著小说中 涂山景是女主的官配 她本是世家公子 遇到小妖时被剥去了身份 惨遭灵涅 壮死乞丐 这段时间她看透了所有人情冷暖 唯有善良的小妖对她伸出援手 长相思原著小说中 涂山景的人气其实一般 但剧版被邓伟演活了 大家都好喜欢涂山景的交付人设 有钱有权 又只爱小妖一人 虽然后来因为未婚妻的事伤了小妖的心 但涂山景对小妖始终如一 永远把小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邓伟高度贴合涂山景的角色 和杨子的CP受到不少剧迷喜爱